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 火拍板 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几个重要的新闻事件 首先 菲律宾的最后雨林正在面临威胁 环保人士Karina May Reyes 正努力保护这片生态宝藏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她的奋斗故事 接下来 美国的芬太尼供应 似乎出现了意外的减少 专家们正在调查这一现象的原因 这可能会对美国的毒品死亡率产生影响 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一情况的背后 最后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面临着内外挑战 她的政策将如何影响日本的未来 我们将为您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报道 菲律宾的巴拉望群岛 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而闻名 被誉为国家的 最后生态边界 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其指定为生物圈保护区 但该地区仍面临采矿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等威胁 环保主义者卡里纳、梅、雷耶斯、KM领导的非营利组织 可持续发展中心 PH致力于保护巴拉旺的最后3%原始雨林 它的团队与当地土著巴塔克人紧密合作 成功将克里奥帕特拉制针区域保护为关键栖息地 宪政努力保护南部的苏丹丰 以应对采矿的威胁 NPR的报道指出 随着街头芬泰尼供应的减少 美国的芬泰尼相关死亡人数也出现了显著下降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 街头芬泰尼的价格上涨 供应变得稀缺 尽管一些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 但许多人认为 毒品供应链的中断 可能与国际对中国制造芬泰尼前体化学品的压力 以及对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打击有关 德克萨斯州边境的芬泰尼查获量大幅增加 显示出美国执法机构在打击毒品走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日本时报报道 谷歌宣布将在泰国投资1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 进一步推动东南亚的云计算 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这项投资预计将在2029年前 为泰国经济增加40亿美元 并创造每年14000个就业机会 此次投资不仅彰显了谷歌对东南亚市场的重视 也反映出该地区正迅速成为 全球科技公司的新兴增长机会 吸引了苹果、微软、英伟达等巨头的关注与投资 CNN报道 台湾正面临强台风的袭击 该台风在袭击菲律宾后即将登陆台湾 超级台风 Corephone的风速达到240公里每小时 预计将于周三或周四 在高雄附近登陆 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 台湾总统警告称 台风可能造成灾难性损失 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灾害 台湾已关闭多所学校和办公室 动员军队待命 准备进行疏散和救援工作 尽管台湾在应对台风方面经验丰富 但偏远山区的村庄仍然面临滑坡等风险 CBC报道 加拿大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实施了100%的关税 这一政策可能对多个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此举旨在保护加拿大新兴的电动车市场 但也可能对环境目标和其他行业产生负面影响 批评者认为 这一关税将使中国电动车的价格翻倍 从而阻碍加拿大家庭购买电动车的意愿 与此同时 加拿大政府正在进行与中国电池和关键矿物的附加税的咨询 试图应对来自中国的 非市场政策和做法 虽然政府的目标是维护本国工人的利益 但专家们担心这样的贸易政策可能导致电动车普及率下降 CBC的另一篇报道提到 阿尔伯塔省的孤儿井问题将因一起涉及加拿大石油行业的破产案而加剧 随着Sacoil Resources的破产案落幕 预计孤儿井的数量将从1600个增加到1800至2000个清理费用高达两亿家园 阿尔伯塔孤儿井协会负责清理这些无主井 预计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清理工作 此案的复杂性引发了行业内的广泛关注 许多土地所有者也在期待这些老旧井的清理 随着阿尔伯塔省能源监管机构加强政策 试图防止类似的财务风险再次出现 政府也在考虑修改相关规则 以确保公司为清理费用做好准备 CBC报道 南温沙的居民凯瑟林 阿彻在观看孙子的足球比赛时 发现了一只色彩斑斓的害虫 斑点灯鹅 他立刻意识到这种虫子的威胁 毫不犹豫地将其踩死 斑点灯鹅是一种入侵物种 对农业造成严重影响 尤其是葡萄藤和水果树 阿彻的发现是该物种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首次目击 之前只在汉密尔顿和尼亚加拉地区出现过 他和另一位居民的照片被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确认 显示出这一虫子可能正在繁殖 阿彻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的经历 引起了广泛关注 专家们警告称 这种虫子对加拿大的葡萄酒和农业产业构成严重威胁 CNBC报道 新加坡的私人住房价格在经历了一年多的上涨后 首次出现下滑 根据城市重建局的数据 私人住宅价格指数在上个季度下降了1.1% 尽管宏观经济条件依然稳健 但市场情绪受到地缘政治和全球利率变动的影响 导致销售交易量下降约11% 一些买家可能在等待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利率调整后 再进行购房 尽管利率下调 预计新加坡的抵押贷款利率仍将保持在高位 购房者需谨慎行事 与此同时 公共住房的转售价格却上涨了2.5% 显示出不同市场的冷暖差异 Yahoo US报道 俄罗斯的原油出口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低迷后 因太平洋主要码头的正常流动而出现反弹 上周 俄罗斯原油的每周货运量增加了约85万桶 达到了三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面临制裁和南红海航运攻击 俄罗斯仍通过北海航线向中国增加原油供应 数据显示 俄罗斯在9月的原油加工水平下降至每天528万桶 为6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尽管出口量有所增加 原油价格却出现下滑 尤其是来自西部港口的原油 显示出市场对俄罗斯原油的需求仍存在波动 NPR报道 日本国会于周二正式选举自民党主席石破茂 为新任首相 石破在周五当选为党首 接替因丑闻辞职的岸田文雄 石破计划于10月27日召开国会选举 以尽快获得公众的判断 岸田在三年任期结束时宣布辞职 离职时受到同事的送别与鲜花祝贺 他强调新内阁需应对国内外的重大挑战 包括安全、出生率下降及经济改革等 石破在组建新内阁时 曾提到希望任命与党派大佬无关的部长 以期增强内阁的独立性 他还提出了建立亚洲版北约的构想 以应对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威胁 并强调地加强日美安全联盟 石破的中间派立场 被视为自民党应对反对派挑战的关键 尽管它面临政府稳定性不足的风险 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 石破曾担任国防大臣和农业大臣等重要职务 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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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踏远 六度简报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 the love for christine news is flying high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you'll never fall from the bus six degree world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world every story ties together like a ribbon in its world å dj crosses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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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